光复香公所开春之后各项重大建设也如火如土展开 其中光复香老人会馆设施设备优化改善计划 争取多年在今年终于动工了 预计在五月份完工的老人会馆 乡长林清水说提供老人会学习活动场所 也增加电脑网路科技学习空间 要让光复香高龄生活也可以和数位科技生活来接轨 社区长者老前辈们争取多年 主建筑超过40多年的光复香老人会馆 今年开春后成为了香公所展开地方上 重大建设工程的其中一个 我们希望说老人馆 希望给我们老前辈 有更舒适的更安全的一个活动的场所 所以我们外面的补墙工作就花了不少的心思 然后内部把它整修空间也好 把它整个弄好 也希望说一个新的场所给老前辈来使用 除了建筑外观的补墙 老人会馆内部空间 公厕优化 以及学习教室与活动空间环境的改善等等 将近2300万元的工程经费 来进行全面的改善 而提供社区长者们 有一个舒适安全的学习空间 尤其随着生活科技日新月异 香长林清水也特别增加电脑网路科技的学习空间 以及设施设备 让香内高龄生活与数位生活科技接轨 因为我们希望老前辈除了说上课以外 希望我们可以让他学习 我们现代人的一些 一些电脑的基本知识 所以这方面有加强 就当电脑的设施有加强 其他的卫浴设备 而不是卫浴 厕所 当然要改善 一定要改做事的 然后空间的上课 要活动的场所 我们总共有大概2300万的经费 应该做的 比以前更好很多 不论请与施工单位人员也积极施作 预计在今年5月份完工 希望改善工程都能尽早完工 开放提供给老人长者们使用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